hello大家好 我是潘大甩居给大家带来 IvsZQ对阵JH的第一局下半场 这一天话 Guardley J是选择了破轮 这个相对来讲 这张地图拿破轮 因为他昨天第一场比赛是拿了红夫人 那要比红夫人的一个上限要高很多 但是呢 这套阵容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一个前锋有一个机器是在 如果说破轮第一波 他的一个追击节奏不算很好的话 想要赢还是蛮难的 他这里的话最好的就是上来就找到技艺师 这里的话也是看到技艺师的娃了 然后就想找附近技艺师 找了却没找到 那这边过来打娃 打娃来找技艺师 打娃并不是关键 打娃的一个核心目的是为了找到技艺师 跨入起击倒节奏 然后来追一个前期的一个节奏点 这边找到技艺师 看一下怎么说 这把的话是小铁的技艺师 然后大龙打昆虫 他们的位置也是有过进行调整 铁桑 铁桑在走位方面 我觉得对吧 是最顶尖的之一 就是你光想靠走位 你没点技能 比如说这边没个尖刺 你还真别说这边可以玩好久呢 这里是卡着一个 破轮刺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间隔CD7 多绕一圈 第二轮绕好以后 第二根刺打上以后 这边应该是准备来推一个闪线 但是是闪线交的有点急 幸好这边是个大平地 虚立刀 完了扛到了 算漏了一个娃 这一波没能击到这个技艺师 我觉得他这个闪线交的真的有一点点太过于随意了 对吧 你这个闪线闪不到 只是单纯的为了拉近距离 没有必要 前锋一波撞 好了整个局裂开 这个局已经裂开了 这个局你想要没有闪现 你想要去追一个机械师 破轮 除非一个神甲 一个神甲夹重才行 而且在一定的距离范围之内 现在就机械师 别说你击不击倒倒他 就算你击倒他 旁边一个前锋 还有带昆虫的 你连挂都不一定挂得上 所以刚刚那一波的话 真的我觉得 高力这边这个选择 稍微的有一点点随意了 稍微有一点点随意了 就是可能 不太与我们国内的这些强队友 这样的一个近距离接触 他可能就 并没有遇到过这种 就是在前期击倒会有队友来保 而且保得这么好的一种情况吧 我觉得 这样来自于昆虫 现在手里没有闪现这个昆虫 我觉得 每一个30秒钟想都别想 对吧 60秒有可能90秒是上限 就90秒什么概念 就机子压好了 机子压好了 这里拿昆虫 但凡他有虫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击倒 但凡他有虫 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击倒 今天是刺一拔 这个局应该是一个 我们来看 这边穷者 应该是会奔着一个四跑去的 这个局是有可能能盘火一个四跑的 为什么呢 就看后续这个薄命怎么交了 如果说前方比如优兵留个搏命 这个局是很有可能去往四跑方向打的 这里状态不好慢慢来就行了 还是会有一些差距吧 我觉得 就是他在面对这样ZQ这样子顶尖强队的时候 真的一点都不能放松的 这个当时那波技能交的 那个闪现交的就明显是感觉 有一点点放松了 有一点放松了 前方这边的话已经过来了 这边卡梦前方往这里站 来小伙子 听说你想挂人 你问过我前方没有 对吧 你知道什么叫前方吗 你知道什么叫带球撞人吗 就现在拿这个前方 你至少需要30秒时间去给他滚一根刺 然后变形态来放夹子来拦住前方的一个撞人的一个路径 这里你在这种前方面前 你想要单纯的直接去牵人 理论上面来讲是不太可能的 理论上面讲 这还个魔术吧 还给你绕 哎呦 好的 72 两台机子都靠近80% 所以这个局就是这个局其实打到第一波打完 借是宝走 然后后面选择来追大龙这边的昆虫 我觉得就是一个三或者四了 就是一个三或者四了 前方这边应该准备撞旧了 前方这边应该准备撞旧了 看一下这边的道具怎么说 这里傭兵的话 直接救也行 直接救也行 昆虫这边看他虫怎么步 然后傭兵这边的话 因为他压机没有时间翻道具 那么这个道具留不出来 借是现在手里是个白板 但是傭兵还有个搏命 一刀打 好的 还打了个 打到了 打到了 我还以为打了一个 直接亮 直接亮 这边来找谁 大龙贴的门 傭兵这边也过去贴门 没有挽留 没有挽留 这个局 我觉得这里来追昆虫 其实风险有点高的 直接一波闪现 这个闪现交完 切插也 这里交闪现 风险还是蛮高的 前锋又往这里站 他又来了 那个男人 他又来了 风哥说 我的小弟弟弟别动 关键是外面还有一个傭兵 他有博命 如果说这里也得昆虫拉走 前锋这边点门 接着开始翻道具了 开始翻道具了 要运营一个四宝了 又是一个魔术棒 前锋这边门点开 这个昆虫就可以往前锋方向倒了 前锋首先四分之一球 可以先保一轮 真的 我感觉就是 从他的破轮的一个操作 以及他的一个安排来讲的话 他没有可能没有预见过 就是像国内这些对吧 这些顶尖求人者这样的一个打法 打得这么狠 保得这么好的 可能在他的理解当中 破轮滚到人挂上人 然后就开始起节奏了 看就是怎么盘吧 要不要打 不打呢 其实稳打一个三也可以 但这个局就是你不拿 不还不拿 破轮想要翻盘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就你翻 这边穷者就算打得再摊 破轮想翻 穷者只要不出现操作上面的失误 应该都不太可能 完成一个平局的 打回来一个平局的 可以等吧 慢慢等吧 这里昆虫先慢慢爬 先慢慢爬 届时这边贴边 反正该做好的都做好 就看后面有没有机会 看这里破轮会不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 或者说对吧 头一热脑子一热 这里傭兵过来 因为这里一滚 一个戏谑 戏谑的CD目前还没好 跳地窖了 这句话快走 跳地窖了 看这边能不能走 四跑 安排的是好 安排的是好 确实第一波节奏 就第一波节奏 第一波打完 其实后面就不用看了 后面对于破轮来讲 就是三或者四 那么最终ZQ告诉我们四 好的 也是感恩大师看 我们稍微休息 后面会给大家带来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拜拜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